小朋友好 今天真真老师要说的故事是 森林里的蛋炒饭 森林里的蛋炒饭 冬天到了 雪下的好大好大 房子里的小熊躲在棉被里 不要起床 小熊说 好冷哦好冷哦 我不要起来 熊妈妈 在厨房里煮饭 妈妈打了十颗鸡蛋 妈妈煮了小熊最喜欢吃的鸡蛋 一共有十颗 在房间里的小熊闻到鸡蛋的香味 小熊说 嗯好香 是我最喜欢吃的鸡蛋 小熊啊快点从床上跳下来 整理整理 然后就快点跑去餐厨 准备吃饭 当小熊正准备吃鸡蛋的时候 鸡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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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请让我进去好吗 熊妈妈把门打开 鸡蛋的鸡蛋的鸡蛋 黑兔子看到小熊的盘子里 有着好多的鸡蛋 黑兔子说 哇 是核桑蛋 有十个核桑蛋 小熊看到黑兔子来了 小熊说 这是我的核桑蛋 是我的鸡蛋 小熊啊 拿起旁边的番茄酱 把全部的番茄酱 都挤进盘子里 不要给黑兔子吃 又有人来敲门 哭哭哭 请开门 请开门 我好冷哦 妈妈把门打开 原来是一只小狐狸 小狐狸也闻到了鸡蛋的味道 小狐狸说 好香啊 好香啊 是核桑蛋 小熊有一点生气 他说 不要看啦 这是我的核桑蛋 不要给你们吃 小熊啊 快点把旁边的酱油 全部倒进盘子里 又有人来敲门 到底是谁呀 一直来敲门 小熊生气了 原来是一只小绿蛇 小蛇说 嗯,我好冷哦 可不可以让我在火炉旁边休息一下 小蛇进来火炉的旁边休息一下 哼,好温暖哦 哎哟,我的肚子好饿 饿,是鸡蛋的味道,好香啊 小熊看到小蛇也说鸡蛋很香 他快点拿起旁边的胡椒粉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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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了好多的胡椒在鸡蛋上 这是我的荷包蛋,你们都不可以吃 妈妈看到小熊不愿意分享荷包蛋 所以妈妈说 来,我再煎几个荷包蛋吧 但是啊,妈妈打开柜子 没有鸡蛋了 妈妈拉开抽屉也没有鸡蛋了 家里面已经没有鸡蛋了 小熊看到家里没有鸡蛋 他害怕妈妈会叫他把鸡蛋 分给其他的动物吃 所以小熊说 这是我的鸡蛋 这是我的荷包蛋 我要自己吃 哼 哦,好难吃哦 怎么会这样 本来好吃的荷包蛋 变得嗯,好酸 好咸又好辣 我的荷包蛋变得不好吃了 妈妈把小熊的鸡蛋拿起来 妈妈说 小熊,你有十颗鸡蛋 很多很多哦 妈妈可以帮你们想方法 让全部的人都吃到鸡蛋 妈妈把咸咸酸酸酸辣辣的荷包蛋 切一切 在里面放白饭 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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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啊 再加一些青菜 炒啊,炒啊,炒啊 好香的哦,有十颗鸡蛋 还有青菜的味道 嗯,好香,好香 妈妈把荷包蛋变成了好吃的炒饭 小熊,小狐狸,小兔子,小蛇 还有妈妈跟熊宝宝 都一起坐下来吃着好吃的炒饭 外面又下雪了 大家吃饱以后好想睡觉 好想睡觉 小动物们的眼睛慢慢地慢慢地闭起来 大家都睡着了 开玩笑 感谢观看